运气 开开心心 心想事成 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就用各种方法来增加自己的好运气 这其中就包括在身上佩戴食物 去寺庙烧香拜佛 但大家要知道的是 这些做法固然是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 但是却不能将全部希望挤托在这上面 获得好运气的关键还是要自己努力 否则神明都没办法帮助你 就像明满世界的星云大师说的 人缘好事尽 人善好运来 这句话的意思是 人如果达到了圆融的人生境界 拥有随机应变 妥善应对的智慧 好事就会慢慢灵机 不过大家要知道的是 圆融并非是圆华 再加上 人如果心存善念的话 那么好运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实际有言 唯恶者 天报之一样 唯善者 天报之一福 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坏事 那么即便是一时不会被发现 但时间长了一定会被人击穿 栽样就随之而来 可如果一个人经常做好事的话 就会得到他人的爱戴 好运自然而然就会到来 就像一个历史故事里讲的 春秋时期的秦穆公 丢失了一匹骏马 等他找到的时候 发现骏马已经被一群人给杀了吃了 那群人见到秦穆公找来都十分恐惧 可秦穆公却大度地原谅了他们 并且送给了他们美酒 将这群人感动到不行 后来情景之间 秦穆公陷入险境 当年吃马肉和美酒的这群人 蜂拥而上 将秦穆公救了出来 成为了一段佳话 由此可见 做善事是有善报的 其实这人善好运来中的善 其实也并非单单指的是善念 也指的是人要有所作为 要努力上进 如此才能够得到好运 试想一下 一个人如果心存善念 又积极向上 热赖生活 懂得帮助他人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可能会没有好运气呢 现如今 有很多人都在家中悬挂有关好运的字画 这一是为了给家庭增加一些福气 讨一个好兆头 而是可以实时提醒人们 要多行善事 努力上进 才能好运长半 福泽连绵 幸福快乐 除此之外 和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亦和为贵 和气生财 和睦美满 寓意家庭 美好 其实这个和字字古便被先生所推崇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朱子百家就对和做出了独道 精辟的论述 管子曰 旭之以道则民和 养之以德则民和 老子曰 知和约长 知常曰明 孔子曰 李之用 托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孟子更是提出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等千年快智人口的名言 千年来和字被广泛的应用到修身 吃假 发展团队 管理公司等各个方面 逐渐形成了一种独有的文化 称为和文化 和文化体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麻将打赢了表示虎了 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喜欢将以和为贵 和气生财 家和万事兴等吉祥语挂在嘴边 我们这里来听一个关于和的小故事 在明朝时期 山东济阳有一个人名为董篤星 在京城做官 伊瑞 他收到家信一封 信中诉说了林里盖房时 因为一堵墙的距离起了冲突 闹得不可开举 董篤行读后哈哈大笑 提笔回信千里修书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收信后读之 觉得甚有道理 便在建房时让出了三尺 而邻居见董家让出了三尺 自觉惭愧 也让出了三尺 后来两家共让出了六尺宽的地方 房屋建成后便有了一条六尺宽的小巷 后世将之称为六尺巷 是邻里和睦 和气生财的象征 周一闲挂 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和字是风调雨顺 百叶兴盛 心想事成的象征 将之玄挂 摆放于家中 亦则有家庭和睦的寓意 而是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和睦待世 和睦对人 家和万事兴 还真是应了那句话 房子再好 房子再大 也别忘悬挂上这一个盒子 寓意家庭融洽 和美 同时 家里挂字画的禁忌也不可不重视 一 位置 书法作品不宜挂在家中阴影的地方 应该要挂在比较容易吸引目光且开阔处 比如 玄关 插戟 书桌 沙发以及床头等处 在向阳的房间中 书法作品应挂在与窗户成九十度角的墙壁上 如此能够使作品与室外光线和谐统一 分 高度 挂字的高度适宜 不但能够体现装饰的效果 同时也可以让观者容易欣赏整幅书法作品 一般来说 书法作品挂的高度在人平时作品中心稍高一点的位置即可 倘若量化的话 以作品中心距离地面高度一点六米最为适宜 分 数量 书法作品的数量不宜过多 倒是一两幅精品更能够提升装饰的效果 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最大小 在装饰上 对于书法作品的大小要求是很严格的 过大显得拥挤 过小显得空洞 一般来说 作品大小与锁悬挂的有效墙面之间的比例达到七到八成即可 比如 玄关的有效面积为六平米 那么书法作品的选择就依照玄关的形状 采用面积为四平米不到五平米的即可 布 颜色 书法作品的装表 其纸张 矿条 零布等都需要与家居装饰的主色调统一 相适配 倘若是内装饰是竖条的风格 那么在书法的选择上也应该以条幅为主 横幅为幅 七次 对于内容选择上的禁忌也要知道 一般来说 书法正文内容的选择应该以所设计的房间的用途一致 比如 卧室应该以温馨 淡雅的为主 像梅香入梦等就比较适合 可听应该以和谐 欢乐的为主 像家和万事兴等比较适应 当下流行的一些如下内容的作品应当要比较 一 念奴交 赤壁怀骨苏氏 其中 人生如梦异异地表达了苏氏对坎坷绅士的无限感慨 感情沉闷 壮志难处 满江红月飞 其中 壮志鸡餐葫芦肉 笑谈可饮凶奴雪 自礼行间力气太盛 难有和谐 此 水调歌头苏氏 其中 但愿人长久只是一个美好的西季而已 家中还是用家和万事兴比较美好 寸 林江仙 滚滚长江阳慎 其中 古今多少事 兜夫笑谈中 万事到头皆是空 等等诸如以上的正门内容应该予以避讳 书法作品的选择 特别是用在家居装饰上 应该以应景 抒情为主 不可带有消沉 负面的一些内容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聆听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